在外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上 有一个名叫2mad explorers的阿尔兰视频博主 发布了一条名为 没有人希望我们访问中国 我们找到了原因的视频 而视频一开始呢 陆克和纳奥米准备乘坐地铁到春溪路 在买票时 让他们惊喜的是 地铁的票价非常便宜 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到市中心 两个人只需花费78美分 也就是6块钱人民币 这种价格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购票过程中 他们也观察到成都地铁的路线图 发现四通巴达的线路 几乎可以到达城市的每个角落 纳奥米则形容 所以这也导致了 他们在寻找出口时 遇到了一些困难 最终他们决定选择了地出口 当他们终于走出地铁站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叹不已 春溪路是一条完全步行化的街道 这超出了陆克和纳奥米的预期 他们提到在南亚和东南亚 很少见到这样的步行街 这里没有摩托车或其他车辆 让他们可以安心地拍照 而不用担心被撞到 陆克对眼前所见感到震撼 说道 这完全不同于我原本的想象 体验到这种巨大的反差之后 陆克则在视频评论区感慨说道 纽约市是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它很脏 充满了无家可贵的人 破败不堪 而且犯罪率很高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别把现代的西方世界想得太美好了 外国网友Alex Gaines则说道 西方人让人想起巴布亚人 他们从未离开过丛林 他们只是从布罗乌十晚上围着篝火 讲的童话故事中 了解外面的世界 而成都的清洁程度 又再一次震撼到了他们 他们称在街道上看不到任何垃圾 而且一切都井然有序 纳奥米则惊讶地说 接着卢克和纳奥米漫步于 春曦露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突然他们的目光 被一家巨大的店铺所吸引 纳奥米指着身后 兴奋地说 行接着卢克也说道 迷你手是纳奥米的最爱 她要是缺什么东西 首先就会去迷你手 而话说回来 在春曦路上 卢克和纳奥米 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美食所吸引 他们看到了许多 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品牌 这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街上到处都是小吃摊 使得各种诱人的香味 飘在空中 卢克和纳奥米 也被一幅精美的壁画所吸引 他们猜测 这幅壁画可能在纪念 某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文化符号 他们注意到许多人 在触摸壁画旁边 一个人物的户须 他们则认为 这似乎是一种当地的习俗 他们还发现 成都的天桥系统非常发达 这些天桥不仅方便了行人过马路 还提供了欣赏城市景观的绝佳视角 从天桥上 他们可以更好地观察 街道的布局和商店的分布 当他们了解到 成都的人口达1650万时 不是他们国家阿尔兰人口的三倍 而Naomi则更不可思议地说 这也让他们对成都的规模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接下来 陆克和Naomi决定进入一个购物中心 虽然陆克说 这不是他们旅行时 通常会去的地方 但他们认为 这可以让他们了解 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 他解释说 许多城市如曼谷 新加坡 迪拜等都在竞争 谁的购物中心 最现代 最大 而他听说 中国在这方面 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 进入购物中心后 他们被其干净 美丽和现代化的程度 所震撼 购物中心里 也汇集了 众多国际和本土品牌 他们特别注意到了 底层的化妆品区 那里售卖各种面膜 等护肤产品 这让Naomi很感兴趣 在购物中心的酒楼 陆克和Naomi 发现了一个 令人惊喜的屋顶花园 这个花园 不仅提供了 一个放松的空间 还为他们展示了 成都的城市天际线 从高处俯瞰 他们看到了 城市的整体布局 以及远处的高楼大厦 令他们惊讶的是 即使在市中心的屋顶 他们也能闻到 玫瑰和百合的香味 这种在繁华都市中 还能感受到 自然气息的体验 让他们对 成都的城市规划 印象深刻 在屋顶 他们还发现了 一个巨大的球形建筑 虽然他们不确定 这个建筑的具体用途 但它的独特设计 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路克开玩笑说 他看起来像一个大榴莲 而一位服务人员则说 他像一个大足球 在探索过程中 他们也体验了 成都的美食文化 街头小吃的种类繁多 让他们打开眼界 他们尝试了一种 特别的甜点 这种甜点 由红糖制成 两个售价7元人民币 这种甜点的味道 让他们感到既惊讶 又困惑 它的外表看起来 应该很甜 但实际上味道 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甜 路克描述说 它有点像德国的糖珠 但又不完全相同 口感和味道 都让他们感到新奇 既有脆脆的外皮 又有独特的内馅 味道介于甜和苦之间 给他们带来了 全新的味力体验 虽然由于语言障碍 他们没法确定 里面的成分 但他们认为 这种小吃 非常适合搭配咖啡或茶 作为下午茶点心 在品尝完小吃后 路克和纳奥米总结了 他们对成都的印象 他们说道 而外国网友看完视频后 也都纷纷在评论区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网友J.Hi则自豪地说道 我是台湾人 更是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我为我的祖国中国 感到无比的光荣与骄傲 网友Radi评论说 难以置信 37分钟的视频 广场那么大 步行街那么长 人那么多 我却找不到 哪怕一个垃圾 美国网友Sweet Burger 则感慨道 访问中国之后 我对美国感到非常绝望 这是一个 我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国家 网友Oway Roger 则评论道 西方媒体 看了你的视频后 肯定生气了 网友Chris Darwin 则感慨地说道 真实的中国 和西方媒体上的中国 绝对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我一直对这个事实 感到惊讶 当你试图像那些 从未去过中国 解释中国有多好时 他们永远无法理解 感谢分享视频 网友科则评论道 一些西方媒体 确实试图让我们相信 唯一美丽的地方 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很高兴有像你这样的人 周游世界 向我们展示世界 其他美丽的一面 比如中国等等 网友YouQ评论说 很多人认为 不 他们被收买了 美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好吧朋友 如果你这么说 那你就对了 中国只是在试图证明 真相和中国的友好 愿我们每个人 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堂里 现在是凌晨四点 我想我会出去吃点夜宵 网友普透则一针见血地说道 中国的快速进步 让一些国家感觉很不舒服 他们失去了长期以来 作为世界中心的优越感 和自豪感 产生了嫉妒 一姐认为 路克和纳奥米的成都之旅 不仅是一次 对这座城市的探索 更是对整个中国的重新认识 他们亲身体验到的 现代化设施 整洁有序的环境 丰富多样的文化 以及热情友好的人们 都颠覆了他们之前 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这次旅行 不仅让他们看到了 中国快速发展的成果 也让他们意识到了 西方媒体报道 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通过分享他们的真实体验 路克和纳奥米 为世界展示了一个 不同于西方媒体 描述的落后和贫穷的中国 这也揭示了 信息时代的一个悖论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我们反而更容易 被片面和偏颇的信息所误导 偏见是无知的孩子 但能欺骗所有人 而路克和纳奥米的经历 正是对这种偏见 和无知的有利反击 老子曾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所以我们希望能看到 更多像路克和纳奥米 这样的旅行者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真实分享 打破偏见 增进了解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当你了解真相时 偏见就无处藏身